立法院长开票到一半 一群人围着一张粉色选票拼命研究 放在桌上看还不够 又拿起来仔细端详 就是在看这个 选票上82号黄珊珊 上面盖上了投票章 不过右边国民党立委陈金辉的格子里 有明显的红色印尼 变成争议选票 而投下这张票的就是 民众党立委陈钊姿 在联书承认是他 因为投票笔沾到印尼 弄脏手汗选票被认定成废票 陈钊姿已经非常非常的焦虑了 所以我们要告诉他没有事 这只是一个小书师 陈钊姿表情复杂 勉强挤出笑容 嘴角却在抽动 恐怕是因为前一天 总招黄国昌这样说 就是不小心 这个手按道模糊 你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会搞错 那你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能力 在立法院行使一个立法委员 所以你们会亮票吗 黄国昌信誓旦旦 跑票或是废票 疑虑党既处分 竟然变成神域言 但今天的黄国昌 打脸昨天的黄国昌 好像上节目的说说 就算盖票这个误助 也是要开除党籍 要小心 因为现在被大家说 会不会开除党籍 党团也宣布 不会处分陈钊姿 但一张争议选票 让民众党再度成为话题 欢迎订阅章米拉丹 虽然在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准备